有一种香草植物 它的甜度极高 常常用来直接使用或晒干保存 以代替这场的糖分 糖尿病患者使用后 血糖不会飙高 所以很适合作为带糖颜料的材料之一 这是一种植物 现在把名字说出来 观众就跑光光 所以暂时先卖一个罐子 先说好不能快转 我的影片中穿茶的玄机漏 看了我可不管 摘片叶子先做一杯一分糖的饮料 洗干净放嘴里嚼看看也可以 这是市面上买得到的自用杯 比胖胖杯小 我先放一片叶子进去 在茶的魔手或其他饮料店 用自用杯可省五元 想整钱时就用这种便宜的茶包 太口就算升价百亿也不会买好车 小小三 我会买一家太空梭不回地球了 接下来加点热水来冲泡茶叶包 跟那名不知名的叶子 这部影片要归类在料理内还是种植类 我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了 开影机 反对娱乐嘴都有两刀开关 一刀先解锁 另一刀再开始出水 对啦 这个影片要归类在抢救贫穷大作战 呵呵呵 日本节目不对 影片封面是针对糖尿病患的饮食 所以还是种植类 虽说医学界提倡冰饮对身体不好 但等一下我要加冰块 所以把盖子盖上闷一下 真的很对不起 天气太热了 现在为大家介绍的是 大口家消暑作战的方法 就是用两个制冰盒来产生冰块 再把制好的冰块放在它的塑胶盒内 这塑胶盒可以微波比较耐用 一般的塑胶盒很容易因为冷冻而变质 容易破裂 所以想赚到他口的钱真的不容易 现在要从储存冰块的盒子内 把冰块放在索摇自用钢杯内 我有把手洗干净请不用担心 如果你是从中间开始看本影片 可能以为我要教你怎么开一间手摇杯饮店 现在我又放了冰块 这片叶子放在嘴里嚼一嚼后 味道是甜的 所以它会慢慢释放出甜分 但因为只有一片叶子 所以喝起来只有淡淡的一分糖味 这就是生意上可以买到一杯约30元的一分糖乌龙茶 对于连一分糖都不能喝的糖尿病者 可以放心服用 你说什么不够甜 能够再多加几片叶子吗 当然可以啦 这种植物的糖分跟蔗糖不一样 根据医学研究报导 这等一下再说 我再减一只连金带叶的放入饮料杯内 糖分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不过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晒干 放冰箱可以保存很久 现在我仍在7号种植区 刚刚剪下来的金叶就只要放入杯子内 然后把盖子盖上旋紧 然后就是摇啊摇 摇啊摇 让冰块将金叶盛入杯底 现在开始介绍这个植物 这个植物叫做甜菊 TAC我以前就介绍过了 根据医学研究甜菊的甜度高 热量却很低 作为代糖的角色非常适合 这方面知识大家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关于药理方面的问题 TACO不是专家 照本宣科也不是我的作风 我会将甜菊的种植影片连结 放在说明文字的下方 提供给观众们参考 这集影片有点是TACO的生活小说影 给大家做个参考 我们下集再见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